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感谢神 在这二十年来 我跟师父我们真的要感谢大家 在这二十年 与我们一起的见并肩 对神在这教会所有的托福 从来没有放弃 我们也感谢神 我们有几位打从教会开始到现在 都愿意的跟我们一起同心建立这个教会 我们有一套电影叫做《五辅匠》对吧 那我们有五个女将 那其中一个猛将啊 就是今天我们教会的邪友牧师 今天我们必须要改口 不再称他成为传道 因为上个月呢 我们的业友牧师刚刚从神造总会 得到他的准牧师的执照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他正式成为 腰牧师 那不是说以前他所做的这是非法 那当然现在他可以很正式的主持很多的礼仪 包括婚礼 如果你结婚也可以请他来主持 不一定要叫我跟你主持 OK 所以让我们来恭喜他 OK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称他成为 谢谢喜悦勇牧师 然后我们也盼望在这很快的五年之后啊 他会很快的到安利 所以今天我很高兴 我要同时我要真实的宣布 一样很特别的东西 那我会慢一点 慢一点观止 所以我们先放我们的报告 好我们先放我们报告先 啊 互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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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互众 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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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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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赞美主 所以今天早晨非常喜乐 这次宣布了我们中文堂 赞美教会中文堂 开始 开始进入另一个新的领域当中 所以神给我们的应许 终于快要实现了 祂是一位新时的神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 我们信会所的落成 可以赶快的搬进去 所以我太兴奋了 感谢赞美主 所以今天赞美教会能够看到 神应许的落实 乃是因为上帝在25年前 把这个预像 赐给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 然后他神随便毕业之后 就从基隆坡 带着他的妻子 带着他的第一个的儿子 当时他只有一个儿子 就南下到新山 然后上帝给他一个经文 我很清楚的他跟我分享 就是这个哈盖书 第一章的第二到第四节 好不好 我们放开圣经一起来看 哈盖书第一章二到四节 这个经文是上帝给我们开始 这个教会非常重要的经文 哈盖书第一章二到四节说 他说万君知耶和华如此说 这百姓说 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 赏未来到 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 先知哈盖说 这殿仍然涣 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然后呢第八节 很清楚的 第八节说 你们要三起木料建造这殿 我就因此喜乐 写得荣耀 这是耶和华说的 然后我们跳到十二节 那时撒拉铁的儿子 索罗巴伯和耶撒达的儿子 大祭司耶稣 并剩下的百姓 怎么样呢 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 和先知哈盖 奉耶和华他们神 差来所说的话 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 存敬畏的心 耶和华的使者 哈盖奉耶和华猜遣 对百姓说 耶和华说 我与你同在 十四节 耶和华集动犹大神长 撒拉铁的儿子 索罗巴伯和耶撒达的儿子 大祭司耶稣 并剩下 自百姓的心 他们就怎么样呢 就来为万经之耶和华 他们神的殿 做工 我们感谢神 二十五年前 我们可以放头 二十五年前 神把这个哈盖苏的意象 赐给我们赞美教会的开拓牧师 神焕清牧师 我们看到他们夫妻领受了这个意象 当他们从金融波神学院毕业来到新山的时候 上帝很清楚地告诉他这段的经文 他告诉说在新山的人太忙了 在新山的人每一个人都照顾自己的物质 每一个人都照顾自己的房子 每一个人都照顾自己的车子 所以他来到新山 他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 他以为说当时在1988年的时候 最旺的地方是Zhohozai 可以说是当比较大的谎言 他以为上帝要呼召他去那边 但是上帝说 没有 不是左手 是右手 所以他就驾了他一辆老爷车 这辆老爷车就驾进 Daman Berlin的桥之后 就看到那个地方 神说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感谢神 明年我们教会的新会所落成 就是在Daman Berlin 我们又回到Daman Berlin 感谢神 我们又回到原本的地方去 神告诉他说 要他三上席起目了 建造这殿 所以上帝在审欢庆牧师的心中 给他一颗热心 给他们夫妻热心说 要把上帝的殿 荣耀的殿 建在新山 建在他们Bling 建在这个地区 从来没有人想过 以后这个地方 二十年之后 成为新山 最要发展的地方 从来没有人想到 但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我们的神知道 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神的应许落实 乃是因为 上帝把这个意象 赐给我们这位牧师 在他开脱英文堂 五年之后 上帝也透过感动我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事 当我开始进入神学院 在新加坡练神学的时候 神很奇妙安排我来到 跟神欢庆牧师一起的 同心的来建造我们的中文堂 那时我们的牧师 他不会讲华文 他不会讲华语 他只会讲英文 但是上帝很奇妙的 就拆拍了我 跟他一起配搭 所以不但神欢庆牧师 他领受到这个意象 他也把这个意象 神也把这个意象 放在我的里面 开始我不认识神欢庆牧师 但是上帝把这个意象 放在我里面 后来当我见到他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是同路人 我们知道上帝把这个护照 所以我可以说 不但我回应了神的护照 所以也把这个护照呢 让我能够沉洁 从他的手中沉洁 所以我们在1993年5月2号 我们就开始的 第一堂的中文堂 第一堂的中文堂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旧照片一下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旧照片 有没有看到哪些人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 哇 还有Pastor Helen的女儿 希腊 OK 昨天在小组 我们问一个姐妹说 我们最近流行什么头呢 头发 她们说 蘑菇头 有一个姐妹就知道 她说 以前还是流行蘑菇头 OK 所以我们感谢神 神给我们这个意象 那这个教会要持续的 怎么样建立下去 就是靠着这个意象 而你来到赞美教会 是什么的意思 这个赞美教会的意象 我们怎么样了解这个意象 而持续的不断的走下去 到底神给我们的意象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 上帝给我们赞美教会 中文堂的意象 上帝给我们中文堂的意象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大声的平心歇一曲大声的来宣告 一二三 以三亿神同工 建立一间赫神心意的教会 使每个家庭得重建 以致影响社区带来全地的转化 带来全地的转化 我感谢神 上帝给我们很清楚的意象 就是要怎么样 第一 我们看到这个意象 是从神先开始 这个意象不是靠人的知识 这个意象不是靠人给我们的 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 他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外民做我的门徒 做我的门徒 今天赞美教会能够持续的走下去 不是因为靠Pastor Patrick的能力 不是靠Pastor Helen的能力 不是靠我们组长的能力 我们正正要看到 这个教会能够持续的成长下去的话 第一 我们要看到 这个意象里面很重要的 就是建立这个教会 我们必须很清楚 建立这个教会的源头 就是这位三亿神 三亿神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必须是奉生父生子生理的名 给他们施洗 然后呢 神的灵就会与我们同在 所以你来到赞美教会 无论我们做些什么东西 我们都是依靠神给我们的能力 所以使徒寻战第一章第八节 他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必得着能力 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前地和撒玛利 直到第一句 做我的见证 而耶稣基督 他先出来传道的时候 在十多十一传第十章第三十八节 他说 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 高拿撒勒人耶稣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他周游四方行善事 一好凡被鬼压制的人 因为神与他同在 所以我们看到说 赞美教会最终的源头 最终的大老板 这是善一神 最终的大老板不是陈牧师 最终的大老板不是巴斯特黑人 即使有一天可能我会老 有一天会有第二代 就可能是刚才在台上的其中一个小朋友 来带领成为这个教会的主动牧师 因为说不定 但是我们看到说 无论谁成为这个教会的牧师 最终的大老板 总裁CEO 还是我们的上帝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感谢神 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教会的头不是行政委员 这个教会头不是建堂委员 这个教会的头不是信徒 乃是三亿真神 所以 只要你来到赞美教会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圣经在诗篇127篇第一节说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坊物 建造的人就缓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缓然清醒 所以你要很清楚 你在赞美教会 我们不是靠人的势力 圣经告诉我们 在撒加利亚书说 非靠势力 非靠财人 乃靠耶和华的灵 方人成事 Not by mind Not my power By the spirit of the Lord 就是靠着死的能力 神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 靠着死的能力 神让我们能够的 有能力 去购买这个堂会 去建立他的国度 第二除了靠着神来建立 那靠着神 神要我们建立一个 怎么样的教会呢 刚刚我们看到 这个异象说呢 就是我们要 以上一神 同工 然后呢 建立一个 赫神心意的教会 各位一起讲 赫神心意的教会 123 赫神心意的教会 神要我们建立 一间赫神心意的教会 今天太多教会 是靠人来建 今天太多教会 是靠一些人的经验来建 怎么样去布道 怎么样去宣教 怎么样去做 但是上帝 要我们建造的 是一个 赫神心意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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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是 按人的意识 建立起来的 是有一个意向的 是从神那边领受 绝对不是 靠任何人的 心意建立起来 不是人觉得怎么样 就把怎么样 把它建立起来 赫神心意的教会 也不是为了 要你感觉很舒服 你来这里听讲道 哇 好舒服 或者怕得罪人 因为讲了很严厉的话语 怕人离开教会 然后呢 专讲讨人喜欢的话语 亲爱弟兄姐妹 如果你来到赞美教礼拜天 你听到一些讲道的话语 好像牧师在讲你 哇 其实呢 我告诉你 你是有福的 告诉环境地师怎么说 你是有福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希伯来书 四章十二节很清楚地说 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都能赤路 剖开 连信族的试炼和主义 都能辨明 弟兄姐妹 神的道往往不是喝人的义的 神的道往往不是喝你的味道的 神的道是两刃的剑 神的道不是一个刀 刀是一面的 神的道是两刃的剑 会把人的心思忆恋 内心引而畏胁的罪 内心引而畏胁的忆恋 完全剖开 什么东西都会显入出来 所以有时候你会说 哎呦呦 那个讲人为什么讲我呢 他其实不在讲人 是神的话 赤路剖开你的心思忆恋 所以神的话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更快 连我们的魂 就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意志 都剖开了 之后有时候你来 来聚会听讲道的时候 你感觉你好像 测裸裸一样 没有穿上衣服 为什么 因为好像很多东西 都给神讲重了 为什么 因为神的话是两刃的剑 所以赞美教会 上帝提醒我们 他要我们建立一个 赫神心意的教会 不是按人的意志 所以赞美教会 绝对不是按 陈牧师的心意 去建立起来 绝对不是按 我的心意 第三 我们看到说呢 与三亿神同工 建立一个 赫神心意的教会 使每个家庭 得重建 今天上帝给我们教会 建立赞美教会的策略 而且而且今天呢 可以说透过二十年之后 我们赞美教会中文堂 已经有两个品牌 你知道吗 你吃东西 都会有个品牌 对不对 你喜欢吃 你喜欢喝三合一的咖啡 通常你喜欢喝什么牌子 有些人说 哦 Super 有些人说 哦 是那个牌子 你去咖啡店 你去这些比较 比较现金的 比较有装潢的 喝咖啡的 哦 没有 我去Paparista 哦 我去 Ottang 还是我去Moonlight 还是怎么样 各方面的东西 但是赞美教会 这个不是我讲的 每一次讲原来 讲到之后 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他说陈牧师 我觉得你教会很特别 我说在哪里特别 你教会的年龄很平衡 一看你就知道 你这是一个家庭的教会 我说是吗 我说以前我们开始都全部是家庭主妇 你看上去刚才的照片 男生大概不多 你可以留下只有剩下我一个 其他可能也没有在 但是姐妹全部留下来 我们开始的都是家庭主妇的 我们开始的都是姐妹的 但是上帝的心意 就是要我们建立一个家庭的教会 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 为什么神要我们建立一个家庭的教会 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 家就是神祝福私人的管道 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 很清楚的 神说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要生养众多 神就赐福他们 所以你会看到说 创世纪第五章第二节 他说 并且造男造女 他们在他们被造的日子 神赐福给他们 你会发现 当男女结婚在一起之后 在创世纪 上帝就说 我祝福他们 这个就是说 神要祝福家庭 就是说呢 一男一女 结合二人成为一体 就是做什么呢 他们要组织家庭 所以神要我们去重建家庭 为什么 因为坚定的社会 太多的家庭是破裂的 太多的家庭是破碎的 十个家庭里面 现今已经来过情形 五个家庭是破裂的 在美国更厉害 离婚好像赤家 常便饭一样 如果你不离婚 感觉好像你有问题 你知道吗 现在的社会 已经来到一个情形 有问题的东西 变成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东西 变成是有问题的 比方说 如果以前 如果有人有婚外情 就呦 这个人 这个人很吵 有很多女朋友 很多老婆 是吗 管道人家 很吵 或者这个 福建人家 这个五个家庭 为什么一定要叫 五个家庭 不了解 就是讲 这个人 你看 一个老婆 不过两个老婆 三个老婆 然后觉得 这个人 一定是家庭不太好 所以我们不要靠近他 反而现在的社会 告诉你 哎呀 如果你没有包恶奶 你好感觉 你好像落后 对吗 没有 你会发现 不对的东西 它已经把它变成合法了 然后合法的东西 感觉上 你在做 神性的东西 人家好像感觉 你是怪人 你有没有发现 你是基督徒 你在做 赫神 上帝的事情 但是你每次 你走出去 人家觉得你很怪的 尤其是你在咖啡店 吃饭 祷告的时候 怪人的 阿们来了 我祷告跟你 有什么关系 对吗 所以你会发现 人很奇怪的 就是说 但是我们很清楚 上帝给我们的意象 就是建立 一个 赫神性的教会 使每一个家庭 得以重建 因为 唯一家是 神让人领摆 他爱的地方 因为一个人 一旦出事 他就在家里面生活 他第一 出来 啊 见到医生之后呢 他见到的 就是他的父母 所以神要透过父母 把神的爱 透过父母 传达下去 所以如果父母 没有办法 正式把爱 给孩子的话 这个爱 这个孩子 对爱的了解 就得到扭欺了 所以亲爱的父母 基督徒的父母 我们应该代表 神应该去爱 跟接纳 我们的孩子 所以你发现 很多单亲的孩子 很多时候 很多的缺乏 为什么 因为单亲没有办法 把真正的爱 来表达 或者是流露 给他们的孩子 但是感谢神 我们看到很多 单亲的家庭 当他们来信主之后 在的地方 家已经被破坏 以至一般的家庭 没有办法 彰显神的荣耀 原本家是神 要彰显荣耀的地方 但是现在呢 家已经没有办法 所以神要恢复 所以为什么神说 重建 因为他已经坏了 神要重建起来 所以上帝给赵美教会 中文堂的使命 意向使命 就是要重建 每个家庭 再让家庭 恢复上帝的荣耀 让神的荣耀 被恢复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亚在他老年的时候 他坚持讲一个 非常有名的经文 就是耶稣亚书24章14节 你的家也会挂这个经文 说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是 是奉耶和华 为什么耶稣亚坚持 他全家人 要是奉耶和华 因为他知道 唯一全家人 是奉耶和华的家庭 是一个得祝福的家庭 阿们 所以他很清楚 知道说 是奉主的家庭 是神祝福的家庭 当家庭背负 他原有的样貌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就对世界有权柄 为什么这样讲 当神给你的身份 恢复的时候 你就有权柄 他抓到你的时候 他没有权柄的 你也是打抢 如果父母自己 没有做的东西 叫孩子去做 他也会讲 你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没有权柄 但是神要重建家庭之后 每一个家庭就有权柄 每一个家庭有权柄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些权柄的应用之后 神的荣耀就会透过 最基本 最基要 最原初的家庭 恢复神的荣耀 所以拥有一个健康的家庭 就会拥有刚强的教会 拥有热心为主燃烧的家庭 才会有甘心为主燃烧的教会 阿们 所以家里面要有火 教会才有火 如果你要看到教会有火的话 家庭现在要有火 家没有火 教会就没有火 所以有时候我们喊 复兴复兴复兴 教会为什么不可以复兴 问题是在家庭里面 家里面有敬拜 教会才会有更生的敬拜 一旦家庭被建立起来 他自然而然就会恢复 他原有的身份地位跟权柄 以致他能够影响他所处在的社区 所以上帝给赞美教会 周文堂最有最特别独特的策略 这是重建家庭 所以赞美教会周文堂其这个品牌 我们这是一个家庭的教会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二十年前不是这样 现在上帝不断地帮助我们 极力地开发不同的墓区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信的会所 我们心中就是要看到 上帝给我们的意向要一意达成 我们信会所 我们要有提供不同年龄的 城的一些的设备 所以我们要看到 神要帮助我们 把我们的教会的儿童墓区建立起来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不要小看儿童的施工 很多的牧师传道的神所重要的领袖 他们都是从小信主 都是从小信主 所以教会的儿童施工 感谢神下个礼拜是我们的儿童主的 你会看到来到台前的小朋友 他们以后就是二十年之后 十五年之后就是教会的领袖 所以告诉旁边弟兄姐妹说 不要小看儿童 也不要小看教会的年轻人 昨天我稍微翻翻一下 教会年轻人的档案 我发现有一个姐妹 她是1993年5月3号出世的 我们教会1993年5月2号 这是教会第一堂开始的 第二天她就出世 今天她是教会青少年的领袖 所以二十年之后 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 所以不要小看教会的年轻人 也绝对不要小看教会的直亲 虽然教会的直亲单身的 越来越多一个一个结婚了 但是我们也感谢神 我们会有更多新的直亲会起来 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会感谢神 我们有青年夫妻的墓区 我们有成人的墓区 我们更有热灵的墓区 有些教会呢不是年轻人很多 就是姐妹很多 不是老年人很多 你去新加坡的中文堂 老年人很多的 要找几个年轻人服饰 好像很难找 稀有品种 但是感谢神在我们教会 我们可以说是相当平衡的 我们可以说我们这是 一站式的家庭教会 阿们 你来 儿童有 你说青少年吗 我们也有 你说直亲 我们有直亲小组 你说你是年轻跟结婚的夫妻 我们有青年夫妻的小组 你说你是成人吗 中年的 我们有成人中年的小组 你说你是 阿嬷阿公吗 我们也有阿嬷阿公的小组 对吗 我们有热灵的小组 而且我们的热灵 是很活跃的热灵 阿们 听到音乐 他们会跳舞的 所以我们看到呢 每一个年龄都很重要 所以 感谢神 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独特的 一个教会的策略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持守下去 接下来 除了重建家庭之外 神透过重建家庭 每一个家庭得到重建的时候 他就能够影响社区 各位一起说影响社区 他就会给整个 community带来impact 他就会给整个的社区带来影响 就好像这个图 你会看到 一个拥有嫉妒家庭的图 他在他的社区 他会影响他身边的群体 所以教会 今天教会在地上的使命 不只是抢救灵魂 不断地让教会成长而已 请不要误会 以为说教会一直要成长成长 教会成长 当然教会要成长 但是神最大的心意 乃是要让教会在全地带来 神的影响力 阿们 教会不能只看到 传福音 带人信主 训练门徒 教会成长那么狭窄的看法 那么狭窄的观念 那么短见的观念 神的心意就是要 教会刚强起来 然后融入世界 并影响世界的每一个的领域 以至带来翻转的能力 这一环我们还没有做到 但是我相信 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 这一环一定会做到 因为我们第一代的 我们把上一环的东西做好 根据打了我 下一代的耶稣亚 就要翻转整个世界 所以赞美教会 中文堂是一个怎么样 是一个影响世代的教会 所以年轻人 这个使命要交给你了 你要来翻转这个世界 阿们 所以赞美教会要成为一个 真正影响世代的教会 所以如果要真正影响世代的教会 我们必须不只是talk而已 不只是讲讲爽而已 我们要采取行动 我们要采取行动 所以除了一个的一项之外 除了与上一神同工 建立一个赫神信义的教会 以致家庭重建 这个市区得到影响 然后呢 全地转化 神给我们能够达到这个意向 有一个策略的 有一个策略 什么策略呢 就是所谓的使命宣言 Mission statement 使命宣言 什么是使命宣言呢 使命宣言就是达到 意向行动的宣言 达到意向行动的宣言 所以我们怎么样达到这个意向 就是建立赫神信义的家庭 就是来我们一起来讲 我们的使命宣言 第1 2 3 我们委身重建人心 建立赫神信义的家 成为影响社区的门徒 来完成大使命 所以如果你来到赞美教会 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 你要看到教会的意向 能够达到的 第一 你自己很重要 你自己个人很重要 你要立定心知 把你自己的生命搞好 如果你自己的生命没有搞好 你不用谈什么意向 你不用谈什么使命 你先要把你自己建立好 跟神的关系搞好 一身尾身去建造人心 当你的心 当你的心思意念搞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 接下来 你要把人家已经搞好 如果你建立赫神信义的家 你就能够有权柄 去影响社区 你就是一走出去 你就是一个影响社区的门徒 你知道很多时候 传福音不用讲话了 你懂吗 传福音不是跟人家讲 讲的 讲的 你要信耶稣 耶稣有多好 各方面 从你的生命里面 人家可以知道耶稣好不好 所以传福音有无声 曾经有一群人 一个年代 人家讲无声 无声的一族 传福音有时候 最有能力的方法 就是无声 什么都不用讲 你把他活出来就是 所以我们要极力去建造 和神信义 敬畏神的家庭 当你有敬畏神的家庭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会影响 你所处在的市区 神的使命肯定可以完成 神的大使命肯定完成 第三 教会有意向 教会有使命宣言 然后呢 干嘛教会还要有一个核心价值 为什么教会有那么多的东西 教会为什么要有核心价值 那教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到底教会有什么核心的价值 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看重的 那么你说 什么是教会的核心价值 教会的核心价值就是 教会的生活 和应做的法师 这个教会的人要怎么样生活 这个教会要怎么样应做 这个教会要怎么样建立起来 它是靠什么东西 我们觉得最重要的 核心价值与意向有什么不同 让我来告诉你 意向与使命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的工作 你就是要去完成就对了 达到意向与使命的方法跟原则 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你要看到这个使命 你要看到这个意向达成吗 它有一些的方法 它有一些原则 所以如果你说意向与使命是一个目标的话 这个核心价值就是达到这目标的道路 它是我们赞美教会中文堂 教会的生活跟应做的法则 所以意向跟使命可以一刹那 就从神那边领受 但是核心价值是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培育出来的 它是我们教会生活的指引跟推动力 那么赞美教会中文堂的核心价值 有哪一些核心价值呢 有五方面 第一 跟我一起来读 第一 爱神和爱人 普人服事 来 我们一二三 一二三 爱神 爱人 普人服事 再一次 爱神 爱人 普人服事 那马汉福音28章讲到大使命 这是基督徒要去做的方面 对吧 基督徒要去做 要带人信主 为他们施洗 训练他们 教导他们 而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告诉我们什么 这是讲到基督徒活的方面 我们不要只是讲到做做做 我们要讲到活 你会发现有时候你做很辛苦对不对 我要做一个好基督徒很难的 做一定很难 但是活就不难了 你每一天早上起床然后要活成为一个人难吗 难不难 不难嘛 只要你心脏还在跳呼吸 你就可以活成为一个人了吗 但是要做一个人不容易 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讲 做人很难 走阳和散伏 很辛苦 为什么 因为人不是来做的 人是来活的 当你活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去做了 所以 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40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要精心 精心 精意 精力 来爱我们的神 其次呢 就要爱人如己 所以神给我们的价值 核心价值 当你来到赞美教会的时候 基督徒不但要完成大使命 基督徒最重要的生活 就是要去爱神 所以你来到赞美教会 我们一直在教导你 你要爱神 你要祷告 你要灵修 你要清静神 来到敬拜的时候 你这里要进入到灵的里面 如果你没有爱神 如果你没有因着爱神而做的 你会发现 你做不久 你走不远 你想不远 因为你是为另外一个人做 因为你是牧师教你 你才做 如果这个牧师是你失望的时候 你还要做吗 但是你不是神是因为你爱神 所以你不会放弃的 因为你知道 不是别人招你 乃是因为你爱神 所以不当我们爱神 当你爱神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会爱神所爱的 对吗 所以你会爱人 你会爱神 如果你真的爱耶稣 你就不会躲在教会里面 你就会去爱耶稣所爱的人 所以我们教会的第一个合信 这样的就是爱神爱人 仆仁服事 为什么叫做仆仁服事呢 因为今天在教会里面 有好多人的服事 可能他们认为 因为耶稣爱我 拯救我 所以我比别人特别 所以我可以服事 错了 今天你能够在教会服事 乃不是因为你比别人高尚 乃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厉害 乃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有才干 有恩赐 乃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 就是来服事他 而我们服事效法的对象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马可福音第十章四章五节说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所以今天你服事 你不是要等着别人来服事你 回报你 你对别人好 不一定人要对你好 但是我们当人不对我们好 我们还是要对别人好 我们还是要活出基督 所以如果你整个价值搞清楚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来到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会持续的成长 第二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持守合一 团体精神 所以第二个的这个核心价值 换句话说 教会你最重要的价值 除了爱神爱人服事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保守合一 圣经告诉我们说 合一要去守住的 合一要去守 合一不是自然而然会来的 合一要持守 不断地持守 怎么样能够合一 尤其是当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 意见越来越多 教会两百个人就有两百个意见 教会四百个人就有四百个意见 教会一千人就有一千人的意见 到底谁的意见对 对的意见看得对 所以教 尤其是像我们教会不断不断成长的时候 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会面对什么挑战呢 我们会面对一体性跟多元性的挑战 教会越来越大 做法也越来越不同 你有你的做法 我有我的做法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这到底谁的方法是对的吗 最重要的还不是方法 最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在以赴所述说 我们要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尽管大家的不同 尽管大家的想法不一样 意见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记得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要保守圣灵给我们 合而为一的心 所以那个重点在哪里 所以我们看到 持守合一团体精神 为什么我们要一起来服事 为什么我们要团体 换句话说 你来到赞美教会 服事是靠团体才能够成功的 今天赞美教会 不是塑造一个个人英雄的场地 今天赞美教会 不是塑造一个 如果没有沉默 是这个教会导的 不是 即使没有我 这个教会还要继续成长 所以团体服事的定义 是什么呢 团体服事的定义 就是一起成功 一起失败 最重要的不是成功或失败 因为人常常看的 就是成功跟失败 最重要的就是那关键字 一起 together 一起 团结起来 在一起 所以赞美教会所看重的 就是那一起的价值 如果有很多的东西 要挪走我们能要在一起的 整个价值 我们会牺牲其他的东西 我们宁愿保留这个合一跟一起 这是神给我们教会 很重要的核心价值 所以我们看到说 如果建立一个 如果我们要把整个教会建立起来 尽管每一个人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身份地位 恩赐才干 各样上的差异 我们还是要靠做主 联系在一起服事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耶和福音 耶稣还没有离开这世界上的时候 他为门徒祷告 最后一个祷告的内容 是什么 主啊 让他们彼此相爱 让他们在一起 为什么耶稣这样做 因为他知道 唯有当新徒跟新徒合一在一起的时候 他会产生一个爆炸力 他会使到十人明得到荣耀 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人看到门徒彼此相爱的时候 下一句是什么 众人就认得我们这是属基督的 所以当我们合一 当我们团体在一起的时候 神的名自然而然会得到荣耀 第三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健康家庭 刚强教会 这位教会非常看重 非常重视 要用尽一切 建立美满婚姻 与健康的家庭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把重点放在 先例 健康的家庭 刚强的教会 只要每一个家庭都是健康的 教会自然而然是刚强的 阿们 只要每一个家庭是健康的 当教会里面越来越多健康 跟美满婚姻的时候 教会就越来越刚强 你不用去用什么办法 什么策略 去崩那个风 让教会可以刚强起来 教会绝不能够刚强来 除非家庭是健康的 除非家庭是健康 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很清楚 这是神给我们赵美教会的整个家庭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来到赵美教会 为什么我们会牺牲很多的东西 我们会保持要一个家庭 是来一个教会 有些教会 他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丈夫去这个教会 太太去那个教会 儿子去那个教会 女儿去那个教会 一个家庭有四五个教会 但是我们竭力保守神给我们的整个价值 家庭是在一个教会 一个家庭是在一个教会 所以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说 我的家人可能在另外一个教会 但是我透过祷告之后 我觉得我要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身为牧师的 有时候我们听到 当然我们会很伤心 我们觉得有点可惜 他们要离开我们 但是我们持守神给我们的价值 有时候我们祝福他 如果你祷告之后 你觉得你要跟你的太太 丈夫父母是在同一个教会 那我们就祝福你 我们祝福 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价值 所以我们会极力去保守 我们不会说 因为我们要留下这个人 然后我们stop 让他们整个家庭 不同不同的看法 第四 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 横雀祷告 国度复兴 横雀祷告 国度复兴 再赞美教会 我们很看重 上帝给我们很重要 使教会得以建造起来的 一个关键 一个重要的要时 就是要祷告 祷告是你自从新耶稣到现在 听了最多的一个词句 但是很多时候 往往做最少的就是祷告 我们相信神的心意就是要复兴全地 因此我们需要横雀的祷告 因为唯有透过横雀的祷告 你才能够明白神给你的家庭 神给你教会的心意 包括你个人神在你身边的计划 神不会一刹那就告诉你 祂要在你身边做什么 除非你横雀的祷告 除非你横雀的祈求神 神啊让我知道你要在我生命的计划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神从来不强迫的 你求祂 祂一定会回应 所以雅各书说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亲近我们 神要我们主动 当你主动的力求祷告 所以 当我们横雀祷告 领摆神的心意的时候 神要给我们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就是我们横雀祷告来做 我们横雀祷告来领摆祂的心意 而神的心意 不只是要复兴一个堂会而已 神的心意就是要复兴整个城市 神的复兴要整个的 整个的 祂的国度 所以在末日的时候 神要将天国的文化 流入到这世界的文化 所以你知道什么是天国的文化吗 天国的文化就是 你要活像天国人 你要活像天国人 所以我们心中 赞美教会 我们有一个心中的呐喊 就是 我们叫做祷告大复兴 或者我们称为力求大复兴 就是用尽一切去祷告大复兴 第二我们是预备大复兴 Be ready for revival 如果大复兴来的时候 你没有预备好 你也没有办法收割 上个月当我们去到 就是这个月头我们去到M4J的时候 主办当局的牧师 叫我们信山上的牧师去为人试洗 我觉得还怕怕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一次过 为二十几个到三十个人受洗 而且是在短短的半个小时里面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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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个手也觉得有点麻麻了 我说上帝如果这种教会 一次过在一年里面 有四百个人受洗 我不知道怎么去为他们受洗 所以我们要预备 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吗 你预备好神把大复兴吃下来吗 你有没有预备的心 如果有一天 你在祷告祷告的时候 抓个佣兴 复兴 果然有一天一个主的崇拜 来了一百个新人 你预备好了吗 你预备好去做门徒训练 你预备好去做跟进吗 主长你预备好吗 有时候我们不要说三天不复兴 上帝要 这是神的信义 但是问题是你预备好了吗 而且 我们不做其他的工作 神的商业是我们的商业 上帝的事情是我们的事情 所以上帝关心的 我们是关心上帝国度的事情 所以我们有个祷告 我们要看到 这样的一个大复兴在基隆坡会来到新山 而我们不只是在那边祷告等 我们要用尽一切 按照神给我们的策略 按照神给我们的负担 我们要用尽一切使他去进行 最后 我们一起来 一二三 不断穿心追求卓越 那换句话说 服事神是要不断对神有期待的 每一个礼拜你来教会 你有没有期待 每一个主的床帮你来教会 你有没有期待要得着什么 如果你没有期待 你就没有得着 跟隔壁地生姐妹说 你没有期待 你没有得着 那我们相信我们的神 是一位充满创意的神 你们认同吗 认同的说阿们 我们的神是一个creative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个充满创意的神 只要你跟他连上 你每一天都有心事 只要你跟这个创意的神连上 你每一天都有心事 所以我很兴奋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每当我们跟神连上的时候 我们不会闷的 we are not boring 做基督徒不会 boring的 做基督徒不会是很闷的一件事情 很老土的事情 很古板的事情 没有 因为我们的神是创意的神 每一天你跟他在一起 他就有信发现给你 他在你的生命就有 surprise 他会给你信事 每一天你会尽力神的信事 每一天你的信心都会因着尽力 他而信心得到扩展跟增加起来 expand and extend 你的整个的信心会扩展 会增加 因为他是一个做信事的神 而且往往他所做的事 都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 往往我们的神所做的事 是你意料不到的事情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停留在过去的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说一句话说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像做标杆直保 要得着基督耶稣 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保罗只有这件事情 他就是忘记背后的 所以过去我们的事不安 我们不要去想 过去我们的挫折 我们不要去想 我们先是想到我们的将来 我们是想到神给我们的荣耀的将来 所以赞美教会是一个力求不断创新的 刚才我讲 我们赞美教会中文 我们有两个品牌对吗 第一个品牌就是一个家庭的教 第二个品牌 很多牧师来讲 你的教会很创新 每次来都看到有不同的东西 他说一年之后 两年之后 我来讲到 以前你们包括不是人 站在这里 现在人跑到荧幕上去了 他说哎哟 你们教会好创新 很多创新的方法 哎呀你们跳舞会 怎么这样的方式来跳 这是神给我们的品牌 因为我们不是一位不断创新的神 但是要注意 我们不要为了创新而创新 我们不要为了哦 我要跟人不一样 所以我就不一样 不是乃是我们的神是一个创新的神 所以我们要我们非常鼓励 凡是和夫圣经原则的改革跟创新 我们都会支持 只要不是违背正理 只要是教会的经济范围 可以的话 所以我们做任何的事 都要做的最好 我们不断要创新 我们要怎么样呢 追求卓业 你身为一个职场人士 你做什么 你是不是要做的excellent 你是不是要做的最好 对吗 你服务你的顾客 你是不是要服的最好 你去五星期 你去饭店 你发现 剩下的饭店 越来越体贴顾客 你一进来 他有 welcome drink 我相信可能他有 welcome meal 然后呢 给你带上画 这个我们不可以讲画圈了 带上这个 这个 因为华人听到画圈 比较不好听这样 所以他 你进去房间里面 他又 哇又有水果 又有卡片 如果先生 如果我们的 value customer 如果哪个地方 我们做不好的事情 你告诉我们 我马上可以改进 你发现哦 任何各行各业的 都做东西 做的最卓业 在能力范围之内 而我们的神 是创新的神 是个卓业的神 所以我们要比任何一群人 都要做得更卓业 所以 我们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做得最好 以最好的态度来服侍神 以最好的精神来给神 以最好的idea来给神 奉献也要奉献最好的 给神也要给的最好 曾经有一个牧师分享 他说在教会里面 有个姐妹 他虽然每个星期 是奉献十块钱 但是他十块钱 不是临时 从钱包里拿起来 哦哦哦哦 打开我的钱包 最小一张是十块钱 所以没有办法 我要奉献十块钱 他说没有 他说每一当到 农孽新年之前的时候 他一换新钞的时候 他会先换便便 五十二张新的十块的草票 他就放好 在emble 每个礼拜 他就是拿那个 最新的十块钱 奉献 虽然他是奉献十块 但是他是奉献 最新 最美 最香的十块钱 给上帝 我们围着这个姐妹的态度 来感谢神 因为我们的神 是一个主义的神 所以我们奉献 我们给神 要给最好的 我们要打破 过去教会的传统 什么是教会的传统呢 很多教会有个传统 说我们家庭 不可以用了 给教会了 你家庭不可以用 你给教会干嘛 你难道教会可以用啊 你不可以用了 你给教会 这种态度不太好 所以 我相信 我也祷告 将来我们信会堂 我们要做的最好的 我相信大家办得到 Amen 我们要做 我们要做的最好的给神 所以在赞美教会 我们要把最好的给神 所以 只要是和服圣经 不违背证 你传福音 有关神国的事情 也在我们 经济能力范围 可以的话 只要你说 你要为神做最好的 我们一般上 都不会拒绝 我们都会想办法 来成全你的心愿 所以今天 这个五个核心价值 不是一个很好听的口号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核心的价值 不是因为我们要爱神 爱人 普人服事 不是因为我们要喊这个口号 所以我们要有 一个 要持守合一 要有团体的精神 要有健康的家庭 刚才的交恒 真切祷告国度父亲 不断的 这个创新 追求卓越 这些都不是一个 只是很好听的口号 而已 这五个核心价值 那是需要我们一同 在教会里面 活出来的 今天你不需要一天到晚 劝别人 你要去爱神 你要去爱人 你要去服事 只要你跟我能够活出 普人的样式 一旦新人来到教会 他们自然而然 看到你这样热心的去服事 他也会去服事 今天你一点都不需要 一天到晚 告诉他你要合一 你要合一 你要团体 只要你跟我能够活出 合一的样式 新人来到教会 他自然而然看到你合一 他就会合一 因为他不合一 他觉得他怪怪的 这个不是这教会的价值 你今天你一点也不需要 一天到晚 要告诉他 你要全家服事神 只要你跟我全家一起 总动员为主 达从心底 你要热心 新人来到教会 他们自然而然看到你的家庭 为主大发热心的话 他买回大发热心 不要一整天就半死不活的样子 因为新朋友 唯一在教会看到服事的态度 就是看到你的态度 他要了解什么是服事吗 他从你的生命来看 他要了解什么是奉献吗 他看到你怎么样积极奉献 他就奉献 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告诉他 哦 我们在青春年季会 我们要跳舞啊 跳舞啊 如果你没有跳舞 你不用期望别人跳舞 如果站在前面的人不跳舞 你以为在后面的人会跳舞 然后前面的人站住啊 哪有这种教会 没有 反过来说 如果你一天到晚来教会 就是散散来迟 服事主就是半死不活 新朋友自然来到教会 自然而然 他也是觉得散散来迟 十点哦 没关系啊 你看他们都没有这么早来 华人就是喝酒 其实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才来的 所以我十二点才来 然后呢 牧师做个祷告 就可以回家了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要祷告 把这个不好的习惯 砍掉 阿们 告诉旁边弟兄姐妹 不要迟到 弟兄姐妹 今天你在传达一个怎么样的价值 一个怎么样的态度 新朋友眼睛张得很大看到你 你也不需要一天到晚 叫别人 你要有信心 你要慷慨奉献 只要你平时活出信心 慷慨的奉献 你才得到这条蒙夫的道路 因为很简单 他来到教会 他没有别的道路了 他来到教会看到每一个人都坐在那边 就是十点之前 他坐在那边就开始祷告 必须要去咕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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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开始祷告的话 难道他来他会跟你讲话 不要祷告 必须要跟你讲话 没有 他也会 他不会哭啪叭啪眼 他也假装在那边哭啪啪啪啪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是我唯一可以效法的 所以你不要一天到晚 告诉人你要这样你要那样 你要奉献你要这样 只要你全心全意的去做 新朋友看到你这样做 他自然而然会这样做 他自然而然知道说 奉献是一条蒙夫的道路 谁不要得到祝福你说 有谁不要得到祝福 你要得到祝福 他也要得到祝福 所以你这样做得到祝福 他也跟随你得到祝福 所以讲出见证很重要 当你讲见证你荣耀神 他也有见证他也荣耀神 你荣耀他荣耀 使得名就得到一切的荣耀 阿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持守这些神 给我们宝贵的意向跟使命 跟核心的价值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要看到 这个教会持续不断成长 你要持守这一切 神给我们宝贵的意向 使命跟核心的价值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我们切到我们的敬拜团上来 哈利路亚 主啊感谢赞美 亲爱的耶稣 今天中午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托付了这个使命给我们 與那些优优优独播剧场的